诶,待会呢,我们会测试方式有,呃,就是放阴眩之镜嘛,那阴眩之镜这个技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实测哦,那我们测试哦,就准备开始哦,那我一步一步来跟大家分享哦,第一个是测试,呃,这个阴眩之镜哦,这一招是3000万的这个技能,那它施放的时候它是反射对方的昏迷技能,那说,它是反射对方的昏迷技能, 随着盾牌的这个阶级和强化素质它会影响,它会增加哦,所以现在目前小兵身上,我现在身上这个角色就准备了三个盾哦,第一个是绿色的金盾,很普通,然后再来是蓝色的提盾,加7的这个提盾哦,然后这个也都上祝福属性哦,然后再来是这个祝福的这个反盾哦,所以是蓝绿,呃,这个, 纸啊,纸,蓝绿,三种都有哦,所以我们这个就来实测啦,那待会儿的这个冲晕次数呢,好,我们以每一个,以每一个武器哦,以每一个武器大概,呃,冲晕个20次,好,我们先冲晕20次看看,计算一下它的这个,这个击,总共反射到的这个几率是多少, 好,那,这边的话,目前对方啊,小兵这一只,呃,纸变这个等级呢,是68级,现在这一只是68级,那对面这个小风仙呢,好,小风仙他是81级,OK,那测试结果我们待会儿打,打在这个,我们现在打在左边啦哦,来,那第一个哦,第一个我们先做这个, 最普通,最普通的这个,最普通的这个金盾,好,那我们现在身上,来装备是这样哦,装备的是这个加6的金盾哦,直接开始晕,二十次,那我就直接数次数哦, 接下来哦,接下来哦,接下来哦,我们来实测的是CC渤物的挺顿,好,我们实测的是, 加7,正室的挺顿。 那一样是测试20次 好,一样测试20次 现在是加7了,来 好,再来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加5的祝福的反盾 这个照理来讲应该要有的 如果再不反的话 就真的这招怎么办 这招该怎么办 这招该怎么办 哇,这个几率好低 这个几率好低 其实我现在突然想到 有可能是反冲晕啊 反射也看等级 反射太高等的是反射不了 我们刚测试反射不了 哇,这个测试太吃条件了 太吃条件了 太吃条件了 这几率好低 73等,哦,73等应该可以了哦 这个的话神明它是73等 那73等应该是OK的 好,那我们一样哦 我们一样来做这个 冲晕反射的测试哦 好,我们直接来 请它来这个测试哦 我们请这个神明 来做这个晕眩测试 应该还是命中率蛮高的哦 装备脱光 现在命中率应该蛮高的 是否让我们来做这个晕眩测试 我们下期见 这个则还可以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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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好,OK 好,先戰結合 好,來,平民盾 好,那我們現在拿,我們現在拿藍盾了 好,那現在拿,我們現在拿藍盾了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擦,擦這個會不會擦很多 欸,沒有了,好,來,54 54,欸欸欸欸 16,47,54,54中6 STOP,STOP,54 那接下來我們要測試的是綠盾 那個神明就麻煩你了 那經過了一連串的這個測試之後 我們終於得出了這個結論 那其實在這個測試裡面我們還發現說 其實充暈本身會受到防禦的影響 那我們在找前面測試的時候 其實會在防禦170的情況下 其實是不容易命中這個充暈的 那不容易命中的情況下 也導致說反射充暈的這個機率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後來做了一個調整 第二回合的測試我們就直接以暈眩來做一個 一定的次數測試這樣子 所以我們測了50次 那得出來的結果是 如果是以加5的這個祝福反盾來看的話 它的反射的這個機率是7次 好,那百分比的話就是14% 那如果是加7提盾祝福的提盾的話 反射的這個百分比是12% 那加6金盾的話這個就差很多了 那它的反射的百分比是4% 那我們回到前面這個遊戲的設定 這個技能的設定 它會受到第一個是盾牌的等級 那我們這邊測試了三種等級 那也會受到它的強化數值影響 但是哪一個影響比較多 這個目前還沒有辦法從這個測試裡面去判斷 那或許我們測試的這個暈眩次數還不夠多 或許要測到上百次 甚至上千次才有辦法比較有明確的這個 這個機率給大家 不過現在算是一個比較初步的測試 那至少大家也大概知道 這個程度的這個盾牌 每種不同階級的盾牌 大概反射起來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實測實戰上的話 當然還是隨機啊 有時候是真的很吃運氣 那這個影片的測試就到這邊 我們特別感謝提供帳號測試的暗黑鯊魚 還有協助測試的小風仙色狼 還有神明 還有SGR德星元 還有所有在這個聊天室裡面提供一些意見的觀眾 以及公牛伺服器的玩家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也希望再幫大家做更多的一個測試 好那我們影片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